感谢赞美祖 感谢祖赐给我们有这么多的孩子 而且在不停地赐给我们新的孩子 我们在过去两年里 有十个小baby出生 好像几个 八个都是男孩 只有两个女孩 但是很高兴 我们马上有一个新的小女孩要出生 真的是 感谢祖赐给我们这么多孩子 是我们有老有小 世事同堂 成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 今天我们继续来约翰福音系列的讲道 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十三章 约翰福音他是讲的耶稣的生平 从耶稣最早出来 一直到耶稣最后离开 那么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 那么第十三章就讲的是 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 最后一个晚上的事情 抱歉我拿一下我的遥控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做了什么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对不对 那么人在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一定满老子想的就是那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对神来说 对神的儿子耶稣来说 在他离世的最后一个晚上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那一天晚上他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值得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是神的人 好好来听 恳求圣灵今天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看 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 他做了什么 这个图片是 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图片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 你想想 第二天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头一天的晚上 他和在世界上很少的一群 相信他追随他的人在一起 他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 好 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手巾擦干 继续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主 你们说得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再来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来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 这是今天的经文 在耶稣临死的最后一个晚上 他做了一件事情 是给门徒洗脚 在耶稣离世的最后一个瞬间 他说的一段话 是对门徒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 事业的发起人 一个宗教的领袖 第二天我们就要死了 我们想的当然是 我死了之后 这些人怎么办 对不对 那么耶稣想的也是 他死了之后 他最关心的是 这些门徒何以为继 对不对 那人讲这个树导狐孙散 是不是 这个领导 这个王一散了 整个人群都散掉了 那么什么可以邻居他们 可以彰显出他们呢 耶稣说 耶稣在这里 只说了一个词 我死了之后 你们何以为继 这个基督徒的团体 何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生存下去 唯一的标志就是 彼此相爱 耶稣只说了彼此相爱 这唯一的标志 他却没有说 我们一般都认为 作为一个基督徒团体 很重要的事情 比方说 他没有说 你们以后要坚持聚会 要一起畅赞美诗 对不对 我们大家觉得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怎么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 你想一想 你是面的朋友 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 不要说你是面的朋友 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他们怎么知道 或者说 怎么知道我们大家是基督徒 很多宗教有很多的标志 对吧 替这个光头上面有九个八的 那个是和尚 是不是 穿着那种 仗穿佛教的衣服的 穆斯林裹的浑身都是黑沙 是不是 或者他们不吃树 印度教不吃牛肉 各种各样的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标志 可以让人认出来 他们所拜的那个假神 可是真正拜真神的我们 我们有什么标志 让别人认出来 你想一想 你是怎么样 让别人认出你是基督徒 你可能会说 我每个星期去教会 对不对 我在教会唱诗班 穿着那个白袍唱诗 是不是 还有人说 我做了决志祷告 对不对 有人带我做了决志祷告 有人说 我参加了洗礼 对不对 还有人说 我每个月的第一周 到教会去领圣餐 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一个月来一次 就是来领圣餐 那么说明圣餐在他心里 是维持他基督徒身份 很重要的 那么可能更多的弟兄姐妹说 我读圣经啊 是不是 我们看到有的人 随时加着一本圣经 走到哪里都拿着一本圣经 那么他觉得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 那么还有人说 我祷告 对不对 当我们看到一群人 祷告的时候 也许知道他是基督徒 其实是不一定 那么更有人说 我去读神学 大家知道吗 神学院里 其实有很多人 并不是基督徒 甚至于神学教授 和神学院的院长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神 所以也不是去读神学 那么可能另外有人说 我向教会捐钱呢 我奉献了钱 是不是 这个也不是基督徒的标志 那么更多的姐妹可能说 你看我随时随时都戴着个 十字架的项链 对不对 这个很好 戴着十字架的项链 可以来写 可以有一个标志 表示我相信耶稣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这个也不是耶稣所说的基督徒的标志 那么传福音呢 这个很重要啊 当我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那岂不就表明我是基督徒 没错 这个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耶稣临死之前 所讲到的基督徒的标志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大布道家 广告布道家 电视布道家 他们可能传了福音 可是圣经中写的是 他们自己却跌倒 甚至于有的人是 低基督 假基督 他似乎是在传福音 但是这也不是神 真正门徒的标志 那更不是行神迹了 是不是 说手一挥 你的病就好了 油一磨 你的这个腿就不薄了 这些都不是耶稣所讲的 说 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 而耶稣唯一讲的就是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 这以上的事情都有可能作假 都有可能是行事 都有可能是表演 但是唯独对弟兄姐妹 发自内心的爱是假不来的 若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 若没有神的恩典降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不可能彼此相爱 我们有可能去读生学读到博士 我们有可能去做大步道家 我们有可能唱诗唱到 世界三大蓝高音 我们也有可能奉献钱 奉献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教堂 可是若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 我们对弟兄姐妹 没有深发出彼此相爱的心 世人就认不出来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一个 非常让我们震惊的真理 就是属灵生命的程度 就是彼此相爱的程度 其实连不信的人也是这样看我们的 是不是啊 那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些不信的人说 你看那个人还是基督徒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那么他为什么觉得他不是基督徒 是因为他不会读圣经吗 是因为他没有奉献钱吗 是因为他没有去聚会吗 是因为他没有传福音吗 不是 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身上根本没有爱 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基督徒 是因为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 从神而来对人的爱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最后对我们 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了极大的震动 我们常常在想 谁离神更近 我有没有得救 我是否追求神 我是否与神更亲近 这一位他是否灵命程度很高 那一位他是不是灵命很转弱 神在这里给我们的标准就是 彼此相爱的心 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警醒自己 如果我们努力地在做工 努力地在读经 强迫自己准时参加每一次聚会 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服侍小主 服侍弟兄姐妹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若内心没有生发 彼此相爱的心 我们就离神很远 不在乎我们了解圣经知识最多 祷告祷告得最好 行神迹赶鬼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心里若没有彼此相爱的心 世人就认不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甚至于圣经中讲 彼此相爱比献祭更重要 献祭 旧约时候的献祭 就是我们新约时候的敬拜 对不对 我们主日来敬拜上帝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圣经中说 你们若没有彼此相爱的心 彼此相爱 比周日来聚会 比主日崇拜更加重要 有这样的话吗 真的有 因为圣经中说什么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向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就像我们说 我要忙着去讲道 讲道很重要 另外一个人说 我得赶紧去服事 敬拜赞美 小主分饭 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是圣经中 神说 这一切固然很好 但是 若你和弟兄姐妹 心中有仇恨 心中有侠系 你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心中有怒气 有隔阂 你不能爱他们的话 请你放下手中的祭物 敬拜赞美 讲道 不道 这一切都不重要 你要先寻回对弟兄姐妹的爱 夏威夷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 叫文道乐牧师 他曾经讲过一件事 他说有一个牧师来找他咨询 这个文道乐牧师 他是为很多牧者做咨询的 那么这个牧师就跟他讲 他说我们的教会 实气沉沉 处在很糟糕的阶段 你有没有办法来帮助我 他说怎么回事 他说我到这个教会已经一年了 那么我们之前的牧师呢 辞职走了 是怎么走的呢 他说有一天在主日聚会的时候 那位老牧师站在讲台上说 请所有的长职同工请立 那所有的长职同工都起立了 不知道要干嘛 于是这个牧师就对着全体的会众说 请大家看这些人 大家都看着长职同工 然后这位牧师说 因为这些人 我决定离开教会 于是拿起圣经 愤而走出去 文道乐牧师非常的吃惊 他说真的在教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是千真万确的 在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于是这位新来的牧师 大家可以想象 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环境 他说我该怎么办 我该做什么样的举措 弄什么样的行动 产生什么样的读经计划 安排怎么样的服事关怀 可以使我们的教会 能够重新火热起来 文道乐牧师跟他说 你现在停止一切的计划 停止一切的读经 停止一切的教导 专心地来恢复弟兄姐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看到一个牧师 做出这样的事情说 因为这些长子同工 所以我现在要离开教会 可见这个教会失去彼此相爱的心 已经何等的严重 何等的久了 于是文道乐牧师 就对这位新的牧师说 你宁可停止主日聚会 也要一一地来修复 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心 这是一个教会真正能够建立起来的基础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讲 我们去献祭去敬拜的时候 若想起兄弟向你怀愿 宁可先放下献祭 放下敬拜 放下福祉 去解决我们和弟兄姐妹心中 不能彼此相爱的那个侠戏 这是世人 能够认出我们是耶稣门徒的唯一标志 也是我们这样一个爱的大家庭 能够站立得主的唯一的基础 有人可能说 我独善其身 我一个人独自相信神 我既不想爱他们 我也不想让他们爱我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影响谁了 是不是 我自己相信上帝就好了 我自己读经祷告 我也不想爱这些人 我也不想他们爱我 我自己独自走我的朝圣之路 这影响谁了 这跟谁有关系呢 可是圣经中却说 这就影响你自己了 后果很严重 跟你很有关系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 因为圣经中说 神的律法 可以用一个字来开阔 就是爱 我们来相信神的时候 我们很愿意遵循神的各种律法 对吧 我们甚至于争论 到底那个七分熟的流排 你的血我们能不能吃啊 这个基督徒 这个能不能离婚啊 这个基督徒的小孩 可不可以那个 过哈罗ween啊 我们就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在那里热烈讨论 是为什么 我们怕违背了神的律法 我们想遵循神的律法 于是我们又看实戒啊 又看新生活的戒律啊 又看教会的规则啊 我们渴望能够遵循神的律法 可是神的律法 其实用一个字就可以开阔 那就是爱 你看啊 几句经文 提前 哥林多前书中说 命令的总规就是爱 神有各种各样的命令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 就是去爱 那么第二句话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而生 生他之神是什么 创造我们的神 如果你说你爱创造你的神 你一定会爱从神而生的 从神而生的是谁 就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爱神 你一定会爱从神而生的弟兄姐妹 那么还有一句经文说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什么叫做命令 命令就是you have to 是不是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 经常跟我讨价还价 我跟他说一句话 他就说 do I have to 那就问do I have to 如果说yes you have to 那他就没话说了 就去做 所以命令就是you have to 神对我们说 你们必须去做 不愿意也得做 做不到也得做 这个就是命令 所以神的命令就是一个字 要去爱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的原因 如果你说我独善其身 我一个人 难道我就不能爱神吗 你不能 我一个人 我也不爱别人 我也不惹别人 别人也不要爱我 我也不求你们为我做什么 这样的后果实际上 非常的严重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不彼此相爱的后果 首先第一 如果不彼此相爱 表示你不是从神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中 我们看这个 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 并且认识神 OK 这句话很好 下一句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你说我认识神啊 神救了我啊 我服侍神多年 可是如果你心里 没有对弟兄姐妹的爱 圣经明确地讲 你不是从神生的 因为神就是爱 第二段经文 人如果说 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心里 对教会的弟兄 对教会的姐妹 对教会的人 对教会本身 有各种各样的挑剔怨恨 当这个爱失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那个时候实际上 是你离神更远的时候 当你和教会的某一个人 产生了怨恨 产生了矛盾的时候 你很难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赞美和亲近他 所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看得见的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 从神而来的爱 使我们表现出对弟兄姐妹的爱 那么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是 没有人能看得见神 我们能够感受到神 可是没有人能看得见神 神从何处表现 就从我们爱弟兄姐妹的心中间来看见神 有一位英国的传教师 他叫伯格里 大家听说过 是不是 伯格里他非常了不起 他在他一个人到云南 中国西南部 云南苗族地区去传福音 那个时候汉族人都不认识族 更不用说苗族人 苗族人根本连文明的进化 水电房屋都没有 字都不认识一个 伯格里牧师一个人到苗族去 三十年时间 他不仅将苗族的福音 苗族的灵魂拯救 现在大部分苗族的 遭通那个地方的人 非常多的基督徒 就是因为伯格里牧师的传福音 可是他在去那儿的时候 头十年 他在那个云南 那个苗族地方 待了十年 没有一个人信主 因为大家想 一个洋鬼子突然从天而降 在那里 怎么可能有人会相信 他所讲的上帝 那么他头十年 没有一个人信主 他做了什么 他就是在那里爱当地的人 十年之后 当地的人说 我们虽然不相信你讲的上帝 但是我们喜欢你这个人 于是从第十年开始 才有人相信主 伯格里传教师 他讲了一件事 他说 有一次 他看见一个小孩 他在云南的时候 他养了一条狗 他看见当地的 中国的小孩子 很喜欢拿石头打狗 对不对 这在美国是看不见的 我们小时候 都拿石头打过狗 是不是 他看见一个小孩 拿着石头打他的狗 那么作为英国人 当然是很心疼自己的狗了 是不是 他就立刻走过去 吓唬了一个小孩 说 你再拿石头打狗 我就要揍你 然后他说话的时候特别凶 但是事后 伯格里牧师说 事后我感到很不安 他说 因为在这里 在这个苗族的地区 我代表了耶稣的形象 这些人们只能通过观察我 来认识神 如果我用平静和亲切的口气 对这个小孩说 也可以解决问题 那他就会认为耶稣更加的人气 所以伯格里牧师就讲 在这个地方 这些蛮夷人中间 这些语言文明都不到达的人中间 当我来传讲上帝对他们的爱的时候 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观察我 来认识这位耶稣 若是我以亲切平和的爱 来对待他们 他们就会知道 这位神是亲切平和和爱他们的 所以这就是这里来的 当我们有爱的时候 人就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 所以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弟兄姐妹 你就要在心里警惕 我是否是从神而生的 不然相爱的后果 第二条 不是基督徒没有得救 这个就更严重了 是不是 我们常常想 我们得救的确据在哪里 是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哭了吗 是因为我受洗的时候泣不成声吗 是因为我总是想去聚会吗 是因为我很喜欢读圣经吗 圣经中说 里门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 里门是我的门徒了 很多朋友 很多人会来到教会 又离开教会 来到教会 留下和离开的唯一的原因 是什么 是这个教会 他们说的话就是 这个教会有爱或者没有爱 是不是 我们看到很多人 来到这个教会 留下来觉得 我觉得你们这里很有爱 是不是 比方说Iris和Patrick 他们第一次来 他们觉得 哇 好多Patluck呀 这个教会好有爱呀 这他们就留下来了 是不是 那么还有的弟兄姐妹 来到这里之后 像我们小组的 这个 罗福音姐妹 说她在停车场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把她从停车场一路 轻轻热热 轻轻觅觅地拉到教会来 然后坐着陪她说话 带她去上厕所 领她去吃饭 跟她说话 于是她就留了下来 那么离开的是什么原因呢 离开教会的原因 不是因为牧师讲道讲得不好 不是因为唱诗唱得不好 不是因为教堂不够漂亮 不是因为儿童照顾不好 都是因为这个教会没有爱 感觉这个教会没有爱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有一个教会 曾经发生了一件 很严重的事情 使那个教会 后来陷入极大的危机 什么事情呢 本来那个教会挺好的 牧师讲道非常有恩赐 地点也很好 然后人员数字也很高 结果就是发生了一件事 一件什么事呢 有一个弟兄 他突然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因为他家里的人都不信主 所以他家里的人很快就把他安葬了 他都已经被火化安葬了 一个星期以后 就是从他去世到他火化安葬 有长达三个星期的时间 教会没有一个人知道 最后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了之后 所有的人都极其地震惊 然后牧师长老和教会的同工无地自容 因为这样一个在一个教会很多年 非常尾声的一个弟兄 虽然他家人不信主 所以他家人根本就不想到要通知教会 跟教会也没有任何联络 可是这样的一个弟兄 在突然去世三周了之后 人都已经被埋完了 教会才知道他去世了 这中间一定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可以理解的原因 比方说他们家人就是不喜欢教会 所以不告诉教会的任何人 然后刚好他左右邻居 也没有人跟他住在一起 或者刚好那几周 牧师长老在关心别的人 也没有问到他 或者刚好他总是嘟来嘟 没有人看见他没有来 有各种各样可以解释的原因 但是结果就是 教会的每一个人心都冷了 大家就很难过 特别难过 每个人都很难过 每个人都知道有原因 但是每个人就被深深地撕裂了 因为感觉到 我们的一个弟兄死了三个星期 人都已经成灰埋完了 我们才知道 所以这个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的底层 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墓长 需要用百倍的爱 来重新建造这个教会 神用这样的一个事情 无情地激醒了教会的每一个人 就是原来我们是一个没有爱的教会 大家知道有一个 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 叫穆迪 对不对 他非常的有名 他讲道长得非常好 那么他的教会人非常多 有一个人呢 他搬家搬到很远了 然后呢 他还是每个星期天 跑很远的路啊 辗转多少趟来到墓迪的教会 别人就问他说 你旁边的那个教会 牧师讲道也讲得很好啊 中午的午餐也很好吃啊 儿童看活动也很好啊 为什么你要跑这么远 到墓迪的教会来 这个人回答说 因为他们那里爱我 因为那个教会爱我 因为我在那里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爱 所以不是因为有一个 具有学问的讲道的人 不是因为有非常美好的儿童看顾 来是因为我们星期天来这里 我们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 所以这就是那个人说 因为墓迪他们教会爱我 所以我不远牵你要去 纵然牧师讲道 我觉得没我好 纵然我觉得弟兄姐妹唱歌 也没我唱得好 纵然我觉得小孩子的那些玩的 其他的小孩子都没我们家小孩子懂事 纵然这一切 但是那里他们爱我 所以这个就是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为你们是我的门徒 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世人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连接我们教会 铸造我们教会 奠定我们教会的是什么 不是领袖 不是设施 不是饭食 不是金钱 不是这一切 来是我们在这里有彼此相爱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圣经中清楚地讲道 若你们不能彼此相爱 你甚至不是基督的门徒 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照亮我们心中 看看我们有没有 对弟兄姐妹相爱的心 圣经中还说第二段经文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 我们信主之后 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什么 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 我们将要得到那永生 对不对 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 可是圣经中在那讲 你受洗了 没错 你已经觉知了 没错 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没错 你已经当了牧师传道人了 没错 可是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吗 你要看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 若你在心里 有从神而来的 生发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的 你就是很爱弟兄姐妹 你就是很爱教会 你就是很爱那些和你一起同走天路 一同服侍的人 纵然他们经常得罪你 纵然你看他们漏洞百出 纵然你看他们多么软弱 有时候真的是很讨厌 可是你心里总是在爱他们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不是出自于你自己的 这是出自于圣灵的 这就是你已经出死入生的证明 如果你没有爱心的 你要警惕 你仍然住在死亡的权势之中 因为发自于内心的 对弟兄姐妹的爱 是圣灵内住的标志和证明 因为人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 对不对 那我喜欢你 那肯定是 你是我老乡 你是我同学 你是我的上司 你跟我情投意合 我们俩心像 我们两个星座一样 我们俩写行一样 我们俩都喜欢吃湖南菜 我们俩都喜欢吃广东菜 我们孩子一样大 我们在一个中文学校 我们有很多的原因来想 来喜欢或者不喜欢身边的人 可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 就爱了他们 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管他老 少 穷 丑 做什么职业的 干什么的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弟兄 这是和我们一样有生命经历的人 这是和我们一样经历了在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 而蒙到永生的人 很有意思 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 确实有点一见如故 对不对 你不用介绍我 我不用介绍你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经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是罪人 我们有一天相信了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于是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得到的新的生命 各个国家的人 全世界的人 古往今来的人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有相同的生命经历 这是我们相爱的一个基础 所以 当我们相爱的时候 圣经中说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纵然有很多的软弱和过失 但是圣经中说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所以当我们爱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已经出使入身 路加福音中间有一个妓女 有一个犯罪的女人 大家记得吧 她真的是可以说是罪恶滔天 用我们的话来说 可是 她拿那个香膏去抹了耶稣的脚之后 她全心全意地奉献 她的亲其所有 来爱主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 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爱多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缺点 可是她一心地爱我们的时候 一切的缺点都不重要了 就像上一次 陈寅姐妹选的那个儿童唱的那首歌 小孩子们唱的 什么我把 我订了很多的披萨了 妈妈的信用卡 我把橄榄油给妈妈洗了一个车 讲了孩子们 做了各种各样的恶作剧 但是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 虽然我做了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 可是我的heart在正确的位置 我的心在正确的位置 一个人很笨拙地来爱你 饭也烧糊了 衣服也洗掉色了 他很笨拙地爱你的时候 爱能赦免许多的罪 所以我们可能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什么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油条 只会这个 只会那个 你们做得都不好 都要按照我的来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 我们就是冷冰冰的 残酷的巨人千里之外 可能我们是一个 糊涂虫一样的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满怀热情和爱 我们的心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神也好 人也好 赦免我们种种的不足 没有人是完美的 可是当我们在爱里的时候 爱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所以这是我们 如果不能相爱的后果 就是我们不是基督徒 我们没有得救 我们的罪没有被遮掩 再看 不能彼此相爱的后果 第三个 所有的行为都毫无价值 这个更严重 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薄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起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依然与我无疑 哇 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打击人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 经历了千辛万苦 从中国读书奋斗 到了美国 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些 我们要说万人的方言 如果我们英语特别好 我们这是高兴死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能不能 我们想说天使的话语 对不对 我们希望有先知讲道之能 哇 如果我有先知讲道之能 我一挥手 大家都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然后认罪悔改 是不是 我们想明白各样的奥秘 是不是 我们学科学的 学化学的 学航空的 我们想要明白各样的奥秘 我们想要掌握各样的知识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有全辈的信 天哪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想有的 给我拿全辈的信心 让我可以移山 对不对 我们甚至于说 我希望做一个 是世界和平的人 我愿意把我自己焚烧了 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卖了 送给穷人 可是耶稣说什么 如果没有爱 你这所有的行为都毫无价值 没有任何意义 天哪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神说 你们若没有从神而来 彼此相爱的心 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大家身边的朋友 都有很多离婚的 或者是要闹离婚的 或者是说 一直哭着喊着要离婚的 或者我们自己也就想着 一定要离婚 不能这么过下去了 对不对 我们这么多年来 看到的这些所有闹离婚的 想离婚的 或者真离婚的 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 是因为没有钱而离婚的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一个女的说 我要跟我老公离婚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钱 男的都以为 我没有钱 她肯定和我离婚 但是我们姊妹都知道 我们都是在你们 没有钱的时候 嫁给你们的 是不是 没有 我真的没有见到 教会也好 社会也好 来向我亲宿的姐妹说 因为她没有钱 我要和她离婚 离婚的理由都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感受到爱 因为她长期对我不尊重 因为她不爱我 因为我一直被冷落 因为我一直在冷暴力之中 因为我的婚姻形同虚色 因为我一直没有爱 所以很多丈夫会觉得很委屈啊 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钱不都是交给你了吗 这个不都是有你管的吗 还要买什么礼物 钱都在你那儿 你自己拿着去买就好了 是不是 可是没有爱 你把卡都给我 也是没有用的 我要的就是你自己去 花心思 花时间 陪伴和来想我喜欢什么东西 为了让我体会到一点点的爱 所以就像圣经中说的 你要是没有爱的话 你多少的钱 多少的房子 多少的车 留不住人 没有办法 因为他要的只是爱 有一首英文歌曲叫 All I lead is love 所有的 要的都是爱 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位 有一位姊妹 就是要和她的丈夫离婚 他们真的很有钱 我发现最近几个 跟我说要离婚的姊妹 都是最有钱的 确实是 你就觉得 天哪 已经有那么多钱了 那么多的房子 真的一辈子两个人 什么都不干 你就可以过得好好了 手拉手的就去世界环游嘛 每天你看 我们还得操心下个月的贷款 还得操心孩子 Summer camp 要花好多钱 可是他们真的是可以 不用任何想钱的事情 可是坚决要离婚 而且这个女的 而且这个姊妹说什么 一分钱也不要 我一分钱也不要 尽身出户 到了这样一个决绝的程度 就是因为 我没有爱 那么这个男的可能说 我辛辛苦苦 挣到了上亿的资产都给你 与我无异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所以真的 一切都是由爱决定的 圣经中说 彼此相爱 吃什么 吃素菜 记得吧 吃素菜 彼此相爱 胜过什么 彼此相争 吃什么 吃肥牛 大家记不记得 圣经中这句话 你看圣经中讲得很清楚 吃素菜 两个人坐在一起 吃一个素菜 但是彼此相爱 就像我们在大学宿舍的时候 买一个菜 你喂我一口 我喂你一口 是不是在学校食堂的时候 胜过我们现在 可以随便上任何一个馆子 点所有的菜 但是你看你的手机 我看我的手机 抬头说一句话 就互相抬杠 三句不合 对不对 根本就没有什么话可讲 雷总更快乐 圣经中说 吃素菜 彼此相爱 胜过吃肥牛 彼此相恨 那么我们现在的教堂很简陋 我们大家 对不对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里 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今天你请我吃饭 明天我请你吃饭 你也没有什么钱 我也没有什么钱 你带个炒面 我带个炒饭 彼此相爱 对不对 胜过金碧辉煌的大教堂 每一个人都超级有钱 大家都不用进教会了 坐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马萨拉第车里头 听讲到 所以一切都是爱决定的 如果没有爱 一切的行为 一切的侍奉 一切的奉献 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见过很多财大七出的人 砰 过来 拍出一叠钱来 捐给你们教会 我曾经像一个牙医 一个医生传福音 他说 你不用传了 你不用传了 砰 拿出来 拿去 因为他觉得 给你钱就好了 甚至于还有什么 我们教会真的有 每个月 从来不来教会 每个月寄一张支票 到教会里来 他就觉得 以此维持着 基督徒的身份 以此维持着 获得永生的门票 以此维持着 会员资格 真的有这样子的 就是 他没有体会到 神说的是 如果你没有 爱神和彼此相爱的心 一切的行为 都没有意义 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舍人 身教人焚烧 没有爱 我小时候 我爸爸很凶 所以我跟他 我一直离他很远 但是我还是很孝顺 我长大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还是 尽我自己的责任 虽然我不喜欢你 虽然你小时候 经常打我 我还是给他买东西啊 给的钱呢 给的钱 给他买东西 但是我爸爸 一直都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我一点也不尊重他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我就是 现在我有本事了 我有钱了 拿去花 给你 给你买的你就穿 给你买的你就吃 说什么说你又不懂 对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真正伤害父母心的 直到我信主了之后 我才明白 我以前那样 拿着钱我就给你 还有什么好话说的 你小伙打我 你看现在我都给你钱 那样是真正伤害人的 真的 就是我们对别人 没有爱和尊重 无论你为他做什么 那个是真正伤害 和拉开距离的 因为你高高在上一种 施舍 控制 鄙视 照顾 这个是 没有爱是真正的伤害 当我后来信主之后 我才明白原来 我一直是在伤害他 来不是我自以为意的 虽然你小时候打我 长大了我还是给你钱 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不再给他钱 但是我会 发自内心地叫他爸爸 我会发自内心地 爱他 关心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 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就成了真正的 父亲和女儿的关系 所以我们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也好 对待我们的家人朋友 对待我们的孩子 对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 我们不是说 我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给了你什么什么 来是发自内心地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的灵魂 我爱你 我很高兴我的生命中有你 这个就是爱 胜过全辈的信 胜过衣衫 胜过天使的话语 胜过亲其所有的洲际穷人 还有一个后果 不能彼此相爱的后果 第四 就是不能体会到 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当我们被圣灵感动 觉知信主 知道自己最得赦免之后 属天的平安与感动 就降在了地上 我们常常说 在地如同在天 什么时候我们感觉 在地如同在天 一是神赦免我们 我们重新回到天父怀抱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弟兄姐妹 和睦同居的时候 我们和弟兄姐妹 彼此辅助 彼此相爱的时候 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特别地感恩 为我们的张璐弟兄感恩 他现在坐在后边侍奉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这几天我们大家 真的心里都一直在牵挂他 这么强壮的一个弟兄 突然晚上 星期三的晚上 就急诊 高烧送进了急诊 真的是 把我们都吓到了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很多人没有睡好觉 我们一直在祷告 一直在切切地恳求神 来医治他 因为如果说是特别老弱病残 每天都在病的人 可能我们还没有这么害怕 特别强壮的一个弟兄 突然就高烧进了急诊 我们真的是 非常的忧心 非常的牵挂 我们就一直在为他祷告 我们渴望神来 渴求神来医治我们的弟兄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的弟兄 如同我们身体中的一个肢体 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我们真的是 我们何等的爱他 恳求你何等的来怜悯我们 所以这样的一种 属地如同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只有在教会中 只有在弟兄姐妹中有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我有一个上司 他是中国很著名的 这个top sales 就是销售 销售总监 他以前当过一个 很大企业的 全国的销售总监 那么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经常讥笑我 他说你看你们那教会 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 有洗头房的 那些洗头的女孩 有打工的呀 有普通的工人 农民啊 外来的 这个 这些人 他说我跟你讲 我说 我就一直跟他讲 神的爱和弟兄姐妹的爱 他说那些爱没有用 因为那些人都是没有用的人 他说比方说我跟你 我们两个现在都得了绝症 我随便一个电话 我能找到很多 立刻给我 借给我20万的人 那是十年前 20万很多 相当于现在200万 他说你们那全教会的 我估计每个人 也就能拿出20块 他跟我这么讲 结果我跟他说什么 我说如果你真的得了绝症 如果你失去了利用价值 你不再是全国top sales 拥有全国营销网络 一个大企业的销售总监的时候 你认为有任何人 会给你20万吗 那些人为什么给你20万 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对不对 你是销售总监 你的销售渠道遍及全国 所以你一个电话 当然有很多客户 很多其他的跟你利益相关的这些企业的人 他们一定会给你20万 我说但是我和你的区别是 当我是我得了绝症 我对任何人来说毫无利用价值 我没有社会的名望 我没有钱 我没有大家可以给大家 大家可以利用的东西的时候 我的弟兄姐妹们 会拿出他的200元来给我 我跟他讲 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 然后他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震动 因为他突然发现 他说我发现你说的是对的 如果我真瘫痪了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再会让我当销售总监了 确实没有一个人会管我了 我现在之所以这么有底气 打个电话就有人来给我送20万 是因为我是全国手指可趋的销售总监 我背后有巨大的营销网络 我有资源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 我们在社会中纵然很强大 我们很有能力 我们没有体会到那真正无条件的爱 有很多人问我 我们有时候在外边 在大中华买菜或者在哪 碰到说我跟一个人谈话 然后旁边的朋友就说 他是谁呀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然后有一次我和一个姐妹一起去理 她带我去一个很好的理发店 说那个剪头发剪得很好 我就跟她去剪 这个姐妹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人 无论是外形 气质 身份 什么都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去了她那个用了很多年的理发店的那个理发师 就给我剪头发的时候就问我说 你怎么跟她认识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根本不可能认识成为朋友 我说因为她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所以我们在外边别人说你怎么认识她的 然后问她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不知道 她是什么专业的 哪个学校毕业的 住的什么样的房子 拿多少钱 做什么工作 是什么职位 我说我不知道 有时候很长时间以后 有一个人跟我说 呀 那个人是个很有名的医生 哎呀 那个人是某个公司的高管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教会和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 我知道我们是弟兄姐妹 所以我爱你们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爱 所以我们不像社会 我们首先得知道你是什么职位 你是做什么的 你是哪个公司的 你跟我有没有关系 你是合法身份还是非法身份 我们在教会里 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们关系非常融洽 我们在一起非常好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我不是因为你是某个公司的高管 啊 我立刻就特别地巴结你 我不会因为你是 这个特别有钱 特别有名的医生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要用上你 我们在教会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 面前这个天天在那扫地的 天天在那分饭的 天天在那指挥交通的 弟兄他是某一个大公司的高管 我们也不知道 另外一位在那里 耐心地带小孩 给小孩擦鼻涕 给小孩换尿布 那个姊妹 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医生 我们不知道 对吧 因为我们相爱的基础 不再是利益 不再是我们的需要 来是因着神爱我们 我们知道这是神所看中的灵魂 这是罪得赦免的人 所以我有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你问我你是干嘛的 我真不知道你是干嘛的 有一天我说 哇 原来你是个牙医 你看找小的我去找你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说哇 原来你是做会计的 你看我都根本不知道 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弟兄和睦同居 当我们来到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不会管我们 是不是公民啊 是不是绿卡 是不是偷渡的 是不是特殊人才 他不会管我们的身份 不会管我们的收入 不会管我们的投选 不会管我们的职业 不会管我们的文凭 他就是爱我们 我们每一位新人来到教会中 我们欢迎他 我们爱他 我们不问 你收入多少钱呢 你是干嘛的 我们教会最近缺个律师 我们最近缺个报税的 我们教会最近缺个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神所造我们的人 就是神所造我们原初的那灵魂 无论我们身份如何 无论我们头选如何 我们彼此相爱 爱的就是你自己 作为人的你 我们爱你 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教会中彼此相爱 我们就不能得到那属天的平安 因为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好 所以不能彼此相爱后果很严重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了 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能呢 我们就要看看 既然不能彼此相爱后果这么严重 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我们要找出不能的原因来 不能的主要原因就是 不爱神 不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今天的经文 刚才大家读了 耶稣在给门徒洗脚之前 前面写了一段话 对不对 写了这段话里面有三个知道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 耶稣知道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 而且要跪到神那里去的 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给门徒洗脚 做这么卑微的事情 就是因为耶稣知道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服侍 彼此接纳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当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彼此相爱 耶稣知道他从哪里来 耶稣知道他要到哪里去 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 于是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 如果你知道 我刚才来一次我看见他们我总是心里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欣慰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和美 给人一种很相爱很和美的感觉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羡慕 那么有一次呢我就问叔叔阿姨 我说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那个阿姨就告诉我 她说叔叔是她的小学老师 当时我就说哇 小学就失神恋呢 他说不是不是 很多小学毕业很多年之后 他们才相爱走到了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早知道 他将来会是我的老婆 那我就会对他好一点 当他小学老师的时候 给他多打几个满分 给他这个评语写好一点 所以如果他知道将来这个人 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话 当时他就会更加地付出 更加地爱他 这就像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在永恒里 今天你看不顺眼的这些姐妹弟兄 是你最亲的亲人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会请其所有的去爱他 因为他们是我们在永恒里 生命最重要的人 所以不爱的原因 是因为根本不知道 也不知道自己从哪来 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去 也不知道到这来干嘛 所以就不知道生命中的主次 不知道谁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人 可能天天都在花时间 巴结自己的甲方 巴结自己的老板 却忘掉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我们不爱神 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贪爱世界 对吧 追民逐利啊 忙得不得了的去挣钱 买房子 买更大的房子 挣更多的钱 只爱自己 一切与我不利的事情都不干 我不会爱其他任何人 只爱我自己 对吧 就像圣经中说 每天都在忙碌 忙什么呢 肉体的情欲 每天都在忙 忙这个身体 每天都在忙眼目的情欲 每天都在忙精神的骄傲 贪爱世界 只爱自己 当一个人 爱世界的时候 神说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如果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了 那爱弟兄姐妹的心呢 那就根本没有影了 是不是 我们发现没有 当我们特别爱神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弟兄姐妹 对不对 当我们心很刚硬 不爱神 被世界最近要升职 最近要加薪 最近要做什么的时候 跑到世界去了 远离神的时候 我们也不想见弟兄姐妹 更不用说 请大家来吃饭了 根本就顾不得你们了 可是当我们更加爱神 愿意更加付出 愿意更加追随神的时候 我们的表现 自然而然的就是 更加地爱弟兄姐妹 很想和大家拉近关系 所以 这是第一个原因 当我们贪爱世界 只爱自己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不爱弟兄姐妹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信心软弱 离命昏睡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大家确实是 信心软弱 离命昏睡 经历了一些事情 正如圣经中说 不法的事真多 人的爱心就冷淡 对吧 最近经历了一些打击 或者是很久没有 亲近神 没有读经 没有祷告 没有听赞美事 离神很远了 你感觉到 你虽然还有灵命 但是灵命已经昏睡了 表现在哪里呢 就表现在 你已经跟弟兄姐妹 失去了交通了 你看见弟兄姐妹已经没有从内心伸出要爱他们了 所以 还有一点呢 还有个原因就是 隐藏恩典没有见证 就像我刚才问 你身边的人如何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说都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隐藏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恩典 我没有为神所做他爱的见证 所以我也很难有爱弟兄的心 圣经中说 你们有了爱神的心 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然后下一句子 有了爱弟兄的心 再加上爱众人的心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 每天我们讲的时候 你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 大家听得都压力很大 然后我们作为这个牧长同工压力也很大 哎呀 你要布置任务啊 大家都要传福音 可是这个是没有用的 因为这是一个逻辑 当我们有了爱神的心 对吧 我们就会爱弟兄姐妹 然后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有爱众人的心 去爱拉外面的人 所以我们教会的使命和意向是什么 是我们一同爱神 然后我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 然后我们一同出去服侍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才是逻辑 当我们也不爱神 我们互相之间都在勾心斗角 互相拆疑 非常隔阂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服侍这个世界 我们要先有爱弟兄的心 再加上爱众人的心 我们先彼此服侍 然后再一同去服侍这个世界 所以当我们不爱神的时候 我们贪爱世界 信心软弱 隐藏恩典 总结一句话就是 如果我们不爱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自甘堕落 你想我自己在家读经就好了 我自己奉献钱就好了 我自己信神就好了 其实你是在自甘堕落 当你的心向弟兄姐妹们关紧 当你不关心你身边的任何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你就是在与神远离 你就是自己甘愿堕落 现在最终于圣远离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爱神 要知道神的心意 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来读这句话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刚才我讲到 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世 时候到了 耶稣知道他最重要的是 使门徒彼此相爱 我们今天也要知道 时候到了 万物的结局到了 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过去了 我们的生命何等脆弱 一阵风 一瞬间我们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 谁也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手中还有多少的日子 当趁着可以服侍的时候 服侍神 当趁着可以爱弟兄姐妹的时候 爱弟兄姐妹 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 最要紧的就是切实彼此相爱 虽然我们 纵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过失 很多的罪 但是我们的彼此相爱 能够遮掩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要像耶稣那样 同心合一 最重要的就是同心合一 有一个身体的感觉 比方张璐病了 我不会觉得他跟我没啥关系 我也不认识他 他也不是我弟弟 他也不是我哥哥 也不是我亲戚 但是我知道他病了之后 我的感觉就像是知道我的亲人病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在一个身体之上 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爱 是从神而来 同一肢体的爱 彼此激励 圣经中说 你们要彼此激励 不要像那些 不要不能停止聚会 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 很重要的渠道 就是当你身边有弟兄姐妹 停止聚会的时候 你要去激励他 你要去掺拉他一把 你不要让他停止惯了 就此失去了他的救恩 当他刚开始有一点冷淡 有一点跌倒的时候 我们要去掺拉他 以前我在北京教会的一个弟兄 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很感动 他说 我们这一帮子人 爬也要爬到天堂去 互相拽也要拽到天堂去 因为他说 我们这个教会这么软弱 我们大家彼此能力这么差 但是我们就是爬 也要爬到天堂那里去 互相拉扯拽 我们也要一起来到神的天国 所以彼此激励 彼此服侍 谦卑饶恕 不求自己的益处 这是神让我们的彼此相爱 这个世界上说的是 人不畏己 天诸地灭 圣经众才说 圣经众却说 不求自己的益处 怎么可能 很难 但是我们要在神里边 从神而来 彼此相爱 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们怎么做 我们要操练 要学习和练习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我刚才讲过 不是人本身所有的 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 不是发自于我们本性的 乃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布雷克牧师 他曾经提出了几条 操练彼此相爱的方式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要 祈求祷告 因为神是爱的源泉 我们人没有爱的能力 我们唯有祈求神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把爱 圣灵放在我们里边 使我们的石头心 变成了肉心 我们才可以爱 我们看不惯的人 我们才可以爱 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第二 主动去爱 你不要等着 你说来到教会好多天了 反正经常见到那个人 也没跟他说过话 我也不好意思 等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话 主动地去跟他说话 第三 不要寻求爱的回报 我们要感恩 我们原始不配得到爱的人 我们现在有爱别人的能力 就已经足够 不寻求爱的回报 因为在天国 那是神给我们的奖赏 然后第五 不要让别人的过犯和堕落 阻挡你的爱心 你说我是挺想爱他 可是他做的事情实在是让我很生气 不要让他的过犯和堕落 阻挡你的爱心 你爱的唯一缘故 就是因为神的命令 就是爱 第六 用面容 言语和行为来表达 全方面的 你的面容 你的微笑 你的话语 你的行为 切实必是相爱 第七 常以为亏欠 圣经中说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但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夫妻之间相处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就是 你经常觉得 对不起他 经常觉得 他跟着我受委屈了 他这些年真不容易 我真是对不起他 如果这样想 就没有其他任何问题了 没什么可吵的 彼此相爱也是这样子 你觉得 哎呀 你看 他们对我这么好 我真是 我真的挺亏欠的 教会弟兄姐妹们 这样服侍我 我真的是也没有做什么 挺亏欠的 当你有这个亏欠的时候 你才会彼此相爱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 Christian 基督徒 这个词是什么呢 是Christ 基督 后面是什么呢 Ian Ian是什么呢 I am nothing 唯独基督 唯独耶稣 I am nothing 这个就是基督徒 唯有神 而我一无所事 一无所有 一无所知 但是因着神的缘故 我这样不配的罪人 却罪得赦免 于是我只能不爱神 以及爱从神而生的弟兄姐妹 所以就是 I am nothing 如果你认为 I am somebody 你就爱不了别人 当你认为 I am nothing 但是我却被揭纳 被赦免 被爱 那么 对神和对弟兄姐妹的爱 就神发出来 最后 把你心中的光和恩典 照耀在人的面前 你们若彼此相爱 世人就因此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 我们最后 一同来唱一首 回应诗歌 叫做 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首诗歌非常地优美 它来自于圣经中的话语 叫做 看啦 弟兄和睦同居 是可等的善 何等的美 有一本书的名字叫 弟兄相爱 汉三合 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我们可以撼动这个世界 可以得到神 永恒的祝福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 这里有神的同在 请把声音放大一点 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恋雨 这里有神的恋雨 这里是你的天地 看啦弟兄和睦同居 我等地上和睦同居 何等地上和睦同居 何等地上和睦同居 我祝你的天赋 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他 在耶稣基督里 这里有神灵海 这里有神灵鱼 这里有神灵的恩道 这里告诉你一个天主 他那地雄和不同居 何等比山河都丁维 如同那黑门的大鹿 将在西安山地 在这里 何必在这里 何必在这里 生命也在这里 我祝你的天赋 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他 在耶稣基督里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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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